先回答大家的問題 好 觀眾方方 早晨 9988問阿里巴巴的 89元買入了 還有多少水位呢 在過去這半年 大家很多時候覺得 阿里巴巴拿不過 短炒很多時候 剩一層 好食糊 很多時候都會這樣淋在這裡 但其實你留意就是 譬如今次的業績 業績上其實又不是特別帥 只不過是比市場預期好 但問題是 現在說的是 市場沒有信心 之前很多股份上 就是市場太過沒有信心 想壓到股值一個極低水平 那我代入你的角度 89元價錢可以彈到100元 有一成左右 你會想 經常都會想 反覆地去炒它 但問題是 其實你想回這一刻 你89元 就是說當你 因為昨天是 星期五是裂口高開 當你不是帝位買 那你如果拿了一段時間 我覺得既然有些因素上面 顯示最壞的時刻 有機會過去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是有條件 中長線炸住的 你如果問我定一個位置左右 100元這些水平 先吃一吃壺 但它的炒作方法就是100元吃了壺 如果你有其他好的選擇 才轉過去 或者吃完壺之後 你如果拿了錢 然後市場升上去 你會輸的 所以其實我覺得 可以繼續中長線炸住的 這一刻既然阿里巴巴 業績出來都可以一點 那沒必要這麼心急 或突然要去落車 短線來說 就算回到89元這些水平 沒所謂 你可以繼續坐著 都坐了這麼久 沒有理由有好消息的時候 開始不坐 所以這些位置 其實你講的 這些股份 如果你撈到一些比較漂亮 賣入價 的確不是一個特別漂亮的賣入價 但問題就是 不是很高水平去追的 這一刻我覺得 阿里巴巴最無奈是甚麼 就是你如果一百二十幾元 從常開始炸到這一刻 你又沒有事可以做 但是你的心都會舒服點 好過它不斷地向下沉 但其實道理沒有分別 你一百二十元炸 和八十九元炸 我覺得答案 我都是覺得 可以繼續中長線炸住 這些股份已經開始 不太適合短炒 一個問題就是 會很容易出現的兩個消息 好像上個禮拜列口高 你上次追都追不到 所以我覺得 如果暫時來說 這些股份策略上面 就是你沒有貨的才會想短炒 有貨的都拿了一段時間 就沒有必要想哪些位置 所以我覺得 其實你未來會拿 阿里巴巴應該拿得比較舒服 好 那你譬如說 看了上個星期五那條數 現在進入你又覺得 是不是一個OK的想法 如果你說短炒 是你完全沒有貨 又想找東西炒 炒一些科技 我們剛剛說的 你電商平台 因為整個電商平台版分得OK 就是不一定阿里巴巴 可能喜歡炒京東也行 你瘋一點的 進取一點的 炒寶磚那些都行 那麼問題就是 你現在短線炒的一件事 就是博 還有一些促進消費的東西 還有這樣有些中概股上面 你博來未來 可能兩地監管經購 突然間有一天告訴你 有些進展 不會突然間一天光亮 但是有一點進展 就再去夾到後 所以我覺得 這些位置去炒都OK的 如果這些市況 選擇一些科技股 阿里巴巴或者電商行業 我覺得都可以考慮 如果說電商都OK 那麼京東和阿里巴巴 你真的逼你二選一 你會怎樣選 我會選阿里巴巴 這些因為市況食物 我覺得選擇穩陣為主 公司有一個穩定現金樓 我就OK的 但是說京東這些 始終都說純粹還是一個很高的增長 就是我覺得看你目光視野是怎樣 就是你看到真的超長線的 那你說京東 暫時來說的商業模式 好像真的增長空間比較大 但是這一刻我覺得始終都是薄見底反彈為主 就是純粹求穩陣陣 其實分別真的不會說哪一隻好 就是沒有說哪一隻好一點 甚至如果假設你用Pair Trade計算的話 可能會買京東 估阿里巴巴 短線輸無所謂的 中長線炒什麼 但問題是角度上 所以你說其實阿里巴巴和京東 我覺得分別 未來短線方面不會真的太大 但你問投資價值 暫時來說 我覺得在目前的市況來說 很多東西都是求穩的 那麼阿里巴巴應該比京東還要穩妥嗎 嗯 好啊